当一群饥渴的脚马高兴地看到一条河的时候 高兴地他们没有犹豫 兴奋地冲向了河边 准备痛痛快快地喝上一顿 可是在他们还没有喝上水的时候 危险却突然发生 两条鳄鱼突然从水中突然冒了出来 并且咬住了一头脚马的脖子 迅速地将其脱入河中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脚马群彻底惊了 其余的脚马本能地跳了起来 头也不回地跑回岸边 完全顾不上云就处于危险的平板 就在这时在河里的河马也发现了这一事件 他们看到被鳄鱼咬住的脚马 五度地挣扎着 他们愤怒了 五头河马立即冲向被咬住的脚马 鳄鱼发现这一情况后并没有交集 还是用力将河马往水中按入 试图将其带入水下 这样即可避开河马还能吃到这难得的食物 河马也知道鳄鱼并不是好惹的对象 五头河马游到鳄鱼身边后 首先不好阵型围住了鳄鱼 这样就可以防止鳄鱼咬着脚马逃跑 其中一头河马从正面不断攻击着鳄鱼 他也知道鳄鱼为了躲避危险 应该本能地张嘴回应 这样脚马就可以趁机逃跑 可是鳄鱼此时也意识到了河马的意图 并没有就范 坚决地用嘴咬住脚马 河马被鳄鱼真正给激怒了 他全力张开嘴 视频前的你 如果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不够 中途疲软 阴京短小 虚汗 阴囊潮湿 甚需引起的 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 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 中药秘方调理 对症下药 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 海内外患者朋友 皆可免费咨询 所以是 这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实 他实在不敢相信 难道他们成了亲戚吗 对症下询